Shoe 大家好 我現在又在左營站的Mose Burger 來到左營站即高鐵站 就是要出遠門 我就是去日本 我就是會去桃園機場飛去大阪 可能有人問為什麼不在高雄飛 可能我買得太遲 所以高雄飛大阪這個時間的機器是沒有了 那班機是明天的 但是因為它很早 所以我就提早一晚過桃園機場 都是啟幾個小時 現在就是8點多 那班高鐵就是9點05分 那我吃完東西就9點05分上高鐵再和大家說 大家好 那我就上到這個高鐵了 那我就坐這個9點05分的高鐵 那上到桃園呢 就是這個10點40多 那最後一班由桃園高鐵站去桃園機場的 接運呢就是這個11點半 所以我這一班我計過是OK的 可以上到去 對啦 再遲一班呢就很問 再遲多一班呢已經說不到的了 所以我選了這班 那我見現在有點時間跟大家說一說 我現在就用這個Action3的HDR 那我去到機場 那我去到機場就還沒到12點了 那我機場就大概六點多就可以確認了 那我只是幾個小時而已 那我帶了SteamDead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去到機場就和大家說了 大家好 我來到桃園 現在在桃園的機場捷運 剛剛是222251 我剛剛看到2247那班走鬼了 他們一定是跟著這個表 紫色突快 挑著去 只是大站才會去 現在沒有紫色 我講過了 11.49是尾班車的 因為最後那班高鐵來這裡 我一落車已經是11.50多 所以是趕不及的了 好 我就等一等 接運 去到機場再跟大家說 好 哈囉 我就到了桃園機場的 Terminal 2 了 剛剛接運過來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我不知道剛才是否給了多少錢呢 是給了25塊台幣 是由桃園高鐵站來桃園機場 只是25塊台幣 只是計算機場設文 已經是 對 那我那班機呢 是未出到的 因為它只能出到6點幾 7點幾 對 我那班是8點幾 那我現在就是這個 Terminal 2 的5樓 那5樓呢 它應該... 它這裡應該是一個Food Court 它有小桌子 那它前面這裡應該是Food Court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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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間Burlaking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的好處勝在呢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好處就是這裡有插鬚 我插了一個 另外加了一條線 插現在這部電話 還有舊那部iPhone 7 但它只有這個圓環的地方 才有插了 這裡有一個兩個 應該是有四個 現在是12點17分 我的機器是0810 兩個小時前可以Check in 應該是0610便可以Check in 坐一會就應該 多了六個小時 對 都可以的 現在是凌晨2點半 看到有點肚餓 我檢查到 七仔是24的 麥當勞也24 我當然要找麥當勞吃 一下來 他說兩間 麥當勞就看到 但是呢 兩點至三點 他說要洗夜 所以不提供任何餐點 麥當勞有兩間 一間就是四樓 但應該是過關之後的出境區域才會有 另一間就是這裏 就是B2 B2我看回 原來這裏就是剛剛我們捷運出來的 這個位置 它也是一個Food Court 它是一個大的Food Court 都有位置可以充電的 但是呢 如果你們有機會 Terminal 2過夜 這裏的冷氣就比較大一點 現在呢 我就等到三點去開門 就是可以買東西吃 我就買東西吃 然後我覺得四樓好錯一點 而且冷氣沒有那麼冷 對 那在台灣 拍飛機和在香港最大的不同 有一個就是 台灣是 那個Gip是會檢查了 即是你確認了是沒有問題 它才會到後面 那呢 桃園機場呢 就更搞笑 更特別 那它就會有個這樣的曲 那我這個呢 就是個尾數 77500 那你當然呢 可以見到你自己的行李 有沒有過到這個位 那呢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看這個screen 我77500 見到77500 那你見到 那個screen有 或者你很firm 如果行李過了剛才的隧道 那你就代表你的行李是沒有問題的 那香港呢 就是 你不會有這一步的 對 香港你就要 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 好像是會 叫你去拿 還是不知道怎樣的 對 那這個就有一點點不同 對 高雄機場都有 不過高雄機場就沒有這個screen 不過高雄機場就比較小 你可以直接看到 你自己的行李就掉了到那個洞裡 對 對 那我就進來這個禁區了 都是這些免稅的東西 它的boring time 是7點10分的 現在呢 是6點9左右的 對 那你見到我沿途都是一些 免稅店來的 對 那上面呢 會有launch lot 和這個food clock 對 對 對 那 上去逛逛先吧 反正都還有些時間 那 好啦 差不多上機再跟大家說吧 它呢 就有些充電的locker 其實可以問它拿鎖匙 然後呢 就放 自己這部機器進去 放進去充電 然後lock住它 對 看來 它應該改了了 我上網看 就要問Counter拿鎖匙 它應該現在變成入錢 那隻 對 都幾搞笑 這樣呢 我又見到它有個多搞笑 它呢 在廁所上面呢 就有寫著 就是前後兩邊的廁所呢 還有多遠距離 但是那邊呢 那邊呢 就八四米 這個就是八六米 這個都幾搞笑 那呢 我走了一段路之後呢 我要去的登機閘口 那兩邊的 那我前面呢 就是 我要去的D的 五至十 那樣 那後面呢 就是D的一至四 那樣的 那其實呢 進來這些位置 就跟香港機場差不多 它就在閘口的周圍 那都是會有很多的免稅店 是的 那我就來到我的D7的登機閘口 那 那 它應該不是很多個 那 就是不是很多個閘口 那進去呢 我見到應該是去到D10的 那 那 就落雪 它有一塊這樣的牌子 寫著請下樓後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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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應該是一個卡卡來的 那 應該是會有人去做處理 那 那現在還沒時間 那 那 那 對了 原始者呢 見到 有些人就直接這樣走下去了 那 那我現在呢 就落了去 對了 那 我們 就是 我這樣掃過了 原來呢 這裏很大 這裏都是一個後機室來的 對了 那 給大家看一下 那 那 這裏呢 這裏呢 一個大的後機室來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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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指示錯的 但是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多多少少指示呢 尤其是在櫃檯上 你不是就這樣 上面的一塊水牌 就當是 即是它沒有錯的 但如果多多少少 就會更加好 沒有人認為 原來我還有72D 原來這個是最後一行 你看 後面已經是機尾 是的 那 因為我是 便宜的機票 所以不能選擇位 全部選擇位 都要再加錢 我本來打算 可能 一百幾十元就給它 你知不知道它收到多少錢 如果我叫它選擇位的話 一千六百幾塊台幣 即是維福在港幣要四百幾塊 所以我沒有選擇位 是的 先介紹一下 它還是繼續有螢幕 應該是全觸控螢幕 現在 那 那 下機再跟大家說 好 大家好 我現在 在那邊呢 就是在這個林空城OLED 那 那 那 我幾年前呢 來大阪的時候 最後一站都來這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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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我剛剛來到大阪 那 我就跟家人 家人在香港飛 或者在台灣飛 那 那 那我就要等它飛機了 那它們就四點幾才到 那 現在呢 才兩點幾 那 那我本身呢 就想去這個 鹹波那邊 那邊走一下玩具那些 那些 但是呢 我發覺坐一坐最快的隔 之外呢 其他車呢 都要成好像三點 三點幾才去到 南波 那 那我是不是走得過一陣 又要趕回來機場 那算了 那我就不如 那我就不如 過來 近一點這個 這個臨空性OLED 那樣走一下吃一下 我的行李箱呢 就放在機場鑰匙 那 400日圓而已 但是其實我沒有看清楚 它寫 是 400日圓是多久的 不過不要緊要 你多久都要給的 你沒有理由拖了行李箱 這樣 這樣 那我等人再和大家說 那 那我來到 就日本第一餐呢 就是吃這個 回軟壽司了 原本呢 有看到薩利亞的 但是又好像 來到日本吃薩利亞 好像很笨 那我的東西呢 就來了幾樣了 對 它一次只可以指五樣的 然後這個呢 其實我看不明白它寫什麼 但是我看它好像很美 有什麼期間限定的 所以我就選這個了 然後我叫了一個湯的 然後我叫了又 那我吃完了 跟大家說這間 值不值 都OK的 它不算太貴 都是百多日圓 有些去到三百多日圓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的 那吃完再和大家說吧 好 那我剛才就已經吃完東西了 吃完壽司了 那我就經過這個 那我正在走這個 林空城奪尼 其實呢 它都挺大的 它呢 除了呢 我去到這邊 我剛才就在這邊 走過來的 那一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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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走到這個 那我那邊 整個呢 都是它的 其實我都是萬無目的地走的 我沒有什麼 特別想買 是這樣的 剛才我看到一個扭蛋想扭的 是Carmelada Gizi的扭蛋 它有四款 四款都是Gizi 它繩的 不要出來貓 我不會扭的 扭中了我都扔掉它 我再逛一下 沿途再給大家看看 Carmelada G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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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生氣了 剛才已經看了 是忍者的下半身 想著想不扭多一隻 因為家人已經靠近了 我現在回到機場 找他們 今晚再看看 吃什麼 再跟大家說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 拜拜 拜拜 我們在日本是有租車的 租了兩輛這些車 然後那一晚租完車之後 就開了車去永旺Outlet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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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都是不用另外付錢的 關於這間酒店的早餐 我們下條影片再說吧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 請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